嗨宝们,我是塔塔拉 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 肯定要聊爱情 但是聊我们俩的爱情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来聊聊我们曾经和别人的爱情 我几乎见过他所有的钱人 他也几乎见过我的 我还非常痴情的时候 快有一天接到他短信 我们分手吧 因为我要好好学习了 我非常认真谈的好像也只有一个 是我初三的时候 谈了大概一年 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些快问快答 我们来把答案写在题板上 谈成句 上一次见钱认识什么时候 还是初中的那位 是因为我发了朋友圈的时候 我最近在哪儿哪儿上班 他说我也要去那边办事 咱俩喝个咖啡吧 于是我们俩才见了面 这不是我们俩分手之后第一次见面 但这次确实聊得比较开 因为我们俩现在都在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 对过去已经完全忘记了 挺让我惊讶的是 他跟我说了一些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想法 比如当时我跟异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吃醋 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他一直在生闷气 这个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如果他当时跟我说了 我觉得我也会更注意一下距离吧 然后我们也聊到了我们当时那种感情 对我们现在的影响 比如说经过了之前不说话 互相都憋着自己想法的这个痛苦的过程 我们现在在自己的感情之中都非常的坦诚 觉得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都应该主动说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对我们后来的发展 还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的 同时还知道了一些关于曾经的我的碎片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当时的男朋友一定是最关注你的那个人 他会记得很多我自己都忘了的我做过的事情 比如他问我最近怎么样的时候 我说哈我现在跟原来可不一样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拼命三王疯狂工作 他说啊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 他说我很明显的要比别人在学校里都更活跃 比如我会开办一些公众号 然后当一些社团的社长 在广播里出现什么的 他说我原来就是一个笑人名人 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一点 见面的时候聊得很好 但聊完之后也在没有在手机上联系过 就感觉也没有这个持续沟通的必样 你六年前见的是你最近分手的那个女朋友对吧 嗯对 那不是你们俩刚分手吗 对就是分手之后跟朋友出来吃个饭 然后我把送回家没了 送回家这个行为跟你们曾经的感情有关系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送回家 那为什么在分手之后要送回家 出于礼貌吧 因为他们家出的特别特别的远 你带了新家 像朋友一样秀还问暖 那你觉得刚分手了多久 就能进行这么顺畅的对话 是因为你们的羁绊不够深吗 不是吧 我是觉得互相就都很明确 可能跟对方不会再继续 所以就可以太人处置 非常平静 你们觉得分手之后还应该跟前人联系吗 我知道有些人是那种坚决不见面 坚决不联系 一切都删光的人 但我自己非常诚实的说 我是跟我的每一任前任在分手之后都见过的 并且对我来讲 我觉得只有我们坦诚的把以前的事聊开了 才算真正的放下 才能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自己是不介意 并且非常需要有这样一次谈话的 你是哪种 我觉得无所谓 不是非常歇斯底里的那种 都可以正常联系 相当于分手之后 变成了朋友变成路人 变成路人是我目前经历的状态 变成朋友好像没有巨大的必要 世界上有那么多人 干嘛分得跟那个曾经有过感情的人 就变成了认识的人 其实正是因为你不在意了 所以你才觉得这种沟通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的 我就真正特别抵触跟前人有任何联系的人 可能你的心里还会记管他 因为不管是你很爱还是很恨 其实都是一种情感连结 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 你不在乎你们是否有联系了 我自己的经历是每次跟前任非常认真地 讨论我们的过去 把我们互相曾经该道德欠道了 把一些曾经的误会说清楚了 让我觉得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或者就好像一个包袱 把我们曾经的那些东西系上扔了 这段故事再也与我无关了 我有非常释然的感觉 下一个你还留着前任的东西吗 三二一 我之前有个盒子里面装的都是跟初中那个前任的一些点点滴滴 传的纸条啊 写的信啊 送的小礼物啊 之前是一直放在柜子里 后来又经过了谈多其他的前任 这盒子呢就被忘了 后来搬家就没有 但是其实留呢是留了的 大哥是有点恋物的那种 比如他搬家的时候会留一些老物就在家里 但我对物品真的毫无留念 我认为每个物品都承载着一个符号 当那个符号对你来说不再有意义的时候 这个物品本身也没有意义了 就我对记忆和历史这个东西不那么感兴趣 我在意的是它此时此刻对我有没有意义 基本上一些不贵重的东西我都扔了 贵重的东西都如数奉还 上回我跟前任喝咖啡的友谈跟我说 你记不记得你前几年把我送你的小地球还给我了 给我气死了 但其实我已经不记得 sorry 而且我记得好像初二的时候 他送我了一个水晶的小地球的挂饰 然后给我写了一个纸条说 无论你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 我都会在你身边 哇天才去浪漫是不是 结果嘿人家高中都没跟我一块上 这就是人生 下一个你的前任有什么共同点吗 321走 什么东西你这个女 那当然了 你作为一个性交易不住 你不可以对这个提出任何意义吧 行吃憋了我 我觉得你这个只有开朗可以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喜欢开朗的人 可能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会被带动比较开朗 我就其实找前任的特质 对他在意义 因为我觉得每段感情吧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是综合考虑了非常非常多的的时候 而你不会说去给他决定一个目标 他就说他一定符合 1米8以上 我才跟他好 但是我还是可以事后来总结出一些 自己会被吸引的特质 那我的前任都还挺多样的 我第一个是特长 你这个词就有奇异 作为新教育博主 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奇异 你就不能换一个正常人的词吗 只有不正常的人 才会觉得这个词不正常吧 你们觉得正常吗 我前任的第一个特点是 他们都有特长 我原来特别喜欢那种古怪的人 就我希望他有一方面是极突出的 然后我就发现 我喜欢那种音乐特长生 体育特长生 就我希望他们在某一方面是闪着金光的 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 并不是我的作为标准 而且我曾经特别喜欢那种比我强的人 就我希望他在学习 或者是某一个特长方面可以碾压我 这样我就会非常崇拜他 但现在我的标准形完全改变了 我认为至少对我来讲 喜欢一个我崇拜的人 会让我感到自卑和不安 而并没有太多我享受光环的部分 下一个是我喜欢思维敏捷的人 昨天我就做了一次那个MBTI性格测试 你们就问你够容易被思维敏捷 还是踏实肯干的人所吸引 我毫不犹豫地喜欢思维敏捷 你是那个 我肯定也喜欢思维敏捷 有没有什么思想的就 也不是没有思想吧 有的人他是比较实干型的 就是他需要自从经验里面总结 然后有的人就是脑子特别快 我就喜欢那种小机灵 包括我最早最早喜欢大哥 是因为他玩桌游特别厉害 当时玩杀人游戏 他每次都特别快地找出凶手 我觉得哇太帅 那你觉得我跟你的亲人 有什么共同之处 卡拉 没吧 同学的女 我帮你总结一下 我觉得你喜欢有个性的人 你喜欢那种一般人都不会喜欢的女生 就是你夸自己呗 就是夸自己吧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受直男喜欢的恋爱对象 然后我觉得你的某些前任也蛮奇怪 我希望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我没有的东西 或者说看到一些值得我去思考的 比如 我就是跟我表白的一些亲人 非常开朗 然后非常奔放 今天要出来玩 那出来玩 不及任何后果 胆子非常大 非常非常的厚 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女孩是一个类型 我跟你亲人共同意 难 我觉得反而是一些你跟他们身上不同之处 更能吸引我 因为我原来喜欢那种一方面特别强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把一件事坚持到极致的人 他们的个性有时候会比较迥异 或者他们的个性可能没有那么温柔随和 你是让我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类的存在 你是一个非常有爱 非常温柔 非常有耐心的人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给我带来的成长 是人格上 跟其他人可能是技能上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OK 最后一个问题是 跟之前有个网友给我发过的私信有关 他说他的男朋友还是在跟前任保持联系 他觉得非常的难过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他们没有说什么过分的内容 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前任 或者如何看待我们对方的前任呢 首先是需要正视前任 我觉得前任 够应该是一种人生经历 是你人生成长的一部分 同意 我觉得跟前任相处的基本原则 就是不影响现在的感情 不管你们是联系还是不联系 讨论还是不讨论 应该是基于你们现在感情之上的 一定要跟对方打成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能接受的 跟前任的距离是什么样的 并且两个人都遵守同样的原则 而且我特别想跟广大朋友们说 真的不要去跟对方的前任做比较 我之前有见过那种特别在乎对方前任的 他什么都要比一比 他会做这个菜我也一定要会做 他给你买的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买更贵的 我根本觉得这样的消耗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它不会让你们现在的感情变得更好 你要非常有自信 你的对象之所以选择了现在的你 正是因为你有你独特的地方 而不是你跟他的前任相似 而且前任不是你这段感情上的绊脚石 是对方已经走过的路 他已经在后边了 我觉得这有个前提 就是你已经处理好了跟前任的关系 互相都正视对方和自己的前任 如果你的对象还没有跟他的前任处理好这种关系的话 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而是我们应该跟他说 你去把你的事处理好 然后我们再好好恋爱 好了今天情人节特别记得到这儿吧 希望你们喜欢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些刺激不刺激 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 知道了一些我都不知道的细节 我是他啦 我满意了